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就宣布了对晴天的处罚结果 罚款5万元 禁赛两场 并且封禁了晴天的韩服账号 而作为当事人的晴天 也公开在微博发文 为自己的恶劣行为而道歉 可就当所有人以为 这件事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 总有一些打着爱国口号的NC粉 不甘寂寞 要跳出来和广大网友唱反调 死死地抓着 菲克尔开地图炮AOE整个LPL赛区这一点 威逼菲克尔出面道歉 就连摆烂在晴天 都在他们的口中摇身一变 成为了抗寒先锋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 公开在晴天的直播间豪指千金 来表彰他抗寒的光辉战绩 不得不说 他们这波离谱操作 实属是搞梦了不少网友 完美演绎了 谁说摆烂的不算英雄 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他们离谱操作的冰山一角 就在前不久 就有人扒出了T1辅助Carrion 经常在牌位中 选出青钢影 卡牌 扎克 这些奇奇怪怪的辅助英雄 直言菲克尔 这是在偏袒自家队友 辅助牌位乱选英雄 也从来没见他说过什么 而在这些人的恶意鼓动下 就连TS战队AD阿水 也被波及其中 双方官驳惨遭血洗 足足持续了两三天之久 两大赛区再次迎来腥风血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要从阿水的一次直播说起 2022年3月5日 阿水在牌位中偶遇Carrion 对方选出了青钢影 这一非常规辅助 最终阿水这边惨遭暴打 而Carrion的青钢影 最后战绩为0-8 看到这一幕后 阿水无奈吐槽 Carrion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我没得罪过他 他排到我不是什么卡牌辅助 就这么青钢影 我是不是哪能得罪过他 随后阿水还细数了一遍 自己与T1战队过往的交手记录 S9那个MSI 他们碾压赢过一场 但那时Carrion还没加入T1 甚至没出现在LCK赛区 S10赛季好像打过比赛 但他又忘记了 最后阿水还不忘夸奖一番Carrion 说他最近比赛玩得挺好的 但就是排位喜欢整活 而联盟又没有规定 说职业选手打排位 不能练英雄的 大不了下一次遇到他 再摆回来 只要不喷人挂机就行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 阿水显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毕竟这把Carrion还是好好玩的 只不过选了青钢营辅助而已 可在一些网友的恶意挑动下 这一切却变成了阿水在直播中 公开批评Carrion 甚至还和对方吵了起来 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韩网 就连Carrion都在直播中 被网友问起 你是不是故意针对阿水 或者是之前和他吵过有矛盾 看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言论 Carrion也急忙做出了澄清 没有啊 我单拍摄从未跟别人吵过 只不过最近有一局青钢营 我的AD是阿水哥 有什么事发生吗 随后就有网友告诉Carrion 他说每一次遇到你 都指完青钢营卡牌这些辅助 就有点生气 Carrion文言直接隔空回应 这样啊 应该都只是误会 我其实还挺喜欢阿水哥的 而随着阿水的质疑有了回应 不少网友这才发现 完全是一场误会 Carrion真的没故意针对阿水 只是喜欢在牌围中整活 随后Carrion还表示 他一直还喜欢阿水 在牌围中遇上 就会主动互动 除非当时他没认出来 而且他非常爱玩奇怪的辅助 比如艾克 塞拉斯 青钢营 扎克等等 或许正是这个 才给阿水造成了误解 从整件事来看 这一切完全就是个误会 尤其是阿水最后还在直播中 反复声明 这只是调侃而已 不要带节奏 而偏偏有些人喜欢恶意解读 并且还将这件事和 菲克晴天事件混为一谈 矛头直指菲克 是要让他为地图炮而付出代价 随着舆论的愈演愈烈 菲克也在随后的赛后采访环节 做出了正面回应 他表示说 虽然觉得中国选手 有消极游戏的倾向 但是也有很多韩国选手 装作中国选手的情况存在 自己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 就是希望LPL和LCK的职业选手 都能在韩服有好的游戏环境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排位和练习 本来菲克说这番话是想表态一下 彻底将这件事给翻篇的 可他没想到的是 翻译居然出现了乌龙 将LPL和LCK赛区的职业选手 变成了LPL赛区的韩国选手 这番话也瞬间变成了韩服 也有很多LPL韩元努力排位 就算是为了这些人 也要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 在这个乌龙事件下 不少LPL网友认为菲克 这是在为韩元说话 对其他LPL赛区选手 却只字不提 尤其是在一些人的恶意鼓动之下 菲克侮辱LPL赛区的言论 再一次的席卷而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 LCK赛区官方和T战队 不得不亲自下台澄清 菲克所说的真实版本是 韩服也有很多LPL选手在努力排位 没有特殊的说是LPL的韩国选手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排位 也就是说 菲克是承认LPL选手很努力的 并不是对LPL选手有意见 直到T战队的公开澄清 这时才有不少LPL网友发现 原来自己是误解了菲克 随后 菲克更是在直播中表示 将最近的收到的斗内全部捐出 从中国斗内的部分捐给中国 韩国斗内的捐给韩国 不得不说 菲克这波做的实属大气 以身做法 不仅让这个节奏就此平息了下来 还实力全粉了一波 最终 在这种种曲折之后 菲克晴天事件 也总算迎来了结局 希望菲克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 各大战队 能够好好地管理一下自家选手 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RUNK环境吧 最后 对于菲克翻译再出乌龙 侮辱LP2风暴重现 百烂在晴天摇身一变 成为抗寒先锋 同学们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伯哟 在这种程度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